我今天要做介紹的是翻譯跟網路還有制工 通常翻譯其實不太常出現在各位面前跟各位說我們的想法 通常是闡述別人的想法 所以今天比較特別 很多時候我們其實都在想一些問題 要如何去回答這些問題 才能去代替我今天要說的事情 我常常有人問我問題是 你的職業既然是翻譯 為什麼做制工的時候還要做翻譯呢? 你的生活跟你的職業不就混在一起了嗎? 所以其實我後來去仔細思考一下之後 我覺得其實我的原因是因為我有興趣 也因為我很任性所以我才會繼續做下去 在這些興趣跟任性之間的交集 才會找出我自己有興趣的主題 進而在我自己的生活當中 去尋找我有可能合作的對象 我從之前進入翻譯研究所之後就開始做練習翻譯 後來進入了不同的組織跟不同的組織合作 有些組織是會給我薪水的 有些組織是志工 每次都會讓我有些不同的經驗 不同的經驗還有不同的成長機會 但是在習慣當中也因為這些經驗的關係 讓我有更多不同接觸別人的可能性 同時也是因為這些組織的關係 讓我知道了更多世界上所不知道所發生的事情 全球之聲是一個公民新聞網站 它從2004年開始創辦之後 由全球各地的部落部去蒐集 當地的民眾在網路上對於國內和國際之間所關心的事情 還有他們的反應 從而把這些新聞寫成報導之後放在網路上 我們的工作是把這些報導翻譯成不同的語言 現在全球之聲從2004年到現在總共有四五百名的工作者 都在做翻譯和報導全部都是志工 他們希望透過自己的機會跟透過自己的時間 讓更多人了解到非英語地區在發生哪些事情 對我而言因為翻譯是我的興趣 國際新聞也是興趣 所以這兩個之間的交集就成為我納入全球之聲的機會 而這些網站也是通過網路去認識的這些網站 另外一個是程式 程式是我跟一個英國人自己合作的計畫 他在2009年成立之後 在英國主要報導的題材是跟大眾欲書有續發展 還有單車程式相關的問題 然後我在去年2011年的時候 因為看到他的網站很有趣 就寫信問他說你有沒有興趣把它翻譯成中文 然後之後我們就因此開始合作 從英文到中文現在我沒有其他不同語言版本 一樣都是用志工的方式 希望把這些訊息散布給更多不懂得這個語言的民眾 所以對我而言 翻譯跟程式的交集就是我跟他合作的契機 也是我開始去跟他聯絡想跟他合作的原因 其實這個機會非常簡單 就是我看到了聯絡的方式 我在寫信問他 你想不想做中文版 想要把這些資訊分享給讀中文的人 所以從六月底跟他聯絡 過了四十五天之後 中文版就成立了 說起來好像很簡單 說起來其實也不困難 但最重要的我覺得其實是 你要跨出去第一步 網路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機會的地方 有志工的機會 有服務的機會 也有很多不同的賺錢的機會 但到底你要做什麼樣的機會呢 我覺得其實一開始你應該先去嘗試 嘗試了才會有機會 嘗試了 我也曾經寫過很多的信 但是都沒有下文 但是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 而且只要有嘗試就有可能性 也許就會因此得到不同的 認識新的朋友 我喜歡翻譯的另外一個原因是 它是一個非常仔細跟嚴格的思考經驗 很多人就是覺得 看過一篇文章就已經讀懂了 對我而言 在做翻譯的時候 你同時要閱讀 理解 並且傳達出 讓別人聽懂 所以這是一個 讓我對我而言 做完這篇翻譯之後 我才覺得我自己真的讀懂了這篇文章 我在網路上 現在累積了很多不同的作品 這些作品也是 我後來進入投比例行業之後 給客戶看最佳的履歷 與其跟他說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我跟哪些客戶合作 不如直接讓他看文章 讓他直接看作品 他知道我的文筆 他不知道我翻譯出來的東西 是什麼樣的 他就知道這個人 適不適合跟他合作下去 所以對我而言 就口鼻一指而言 內容才是網道 當然 這是個人經驗 所以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嘗試 不過 我們個人的經驗 還是告訴各位 多想兩分鐘 你還有一條路 好 最後我還要強調 這些事情都是因為有興趣 我還是覺得 每個人回歸到自己的興趣之後 自己做的事情 才能夠長久 像我現在職業是翻譯 平常生活也做翻譯 切割的方式就是 翻兩台電腦 一台電腦在A房間 100%在B房間 那我做志工的時候 我就去另外一間房間 以上就是我個人的翻譯經驗 所以希望沒有當多人的翻譯 謝謝 太棒了